好,第62题I 他要我们找 jack score of the following by using a standard normal distribution table so 这一个 他一定是 大过 在positive那一赛的 因为他这边大过0.5了 这个大过0.5 所以他一定超过一半了 所以他一定会跨越positive跟negative的地方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他有这一个jack的存在 这一边是negative0.657 这整个是0.6831 然后 657 657的话呢 我们在这一边657 所以我找657 0.657 0.6 然后 5 然后再来7 这一个是23 好 所以他是2578 一把 再减掉23 再减掉23 这样 这一个是0.2555 所以我的这一个这个地方就会是一减掉 0.2555 再减掉 0.6831 0.6831 然后他这一个会变成了0.0 614 0.0614的话 我们在这一边找 我们在这一边找 ok 0.0 0.6 0.614 0.614 0.618 ok 所以他这一个是1.54 然后614 然后614的话呢 还要减掉4 所以这一个是3 1.53 1.53 所以这一个是1.53 因为我的property object zac 大锅 zac 是0.0614 所以他的zac 等于1.53 好 接着 这一个 他告诉我们 property object 在这一个跟这个之间是这样 ok 我的那个大zac 我还不确定他是在哪里 因为 他的这一个 呃 1.989 感觉好像很小这样 所以我在这一边 我的这一个 negative1.989 negative1.989这一边我找一下 negative1.989 negative1.9 然后 889 9 渐5 239 渐5 所以是234 所以他这一个是0.0.0234 0.0234 这样我就可以很肯定的一样东西 就是说我的那一个zac啊 是在negative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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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0.44444 这样我就可以说我的property object 小过z 是整个合起来 4444 444 加2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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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678 大大小小negative啊 所以我这一边是小过的 这一个是小过0.5 所以他是negative 所以我的z是negative 0.4678 我这一边找4678 so 4667881 ok 在这一边 这一个 3 可是没有3了 我就拿1啊 最靠近了 0.081 ok z等于negative0.081 好 接着这一个呢 我们可以说 他的z呢 是在-z跟z之间 等于0.7308 所以 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们的这个是symmetry的 然后我们有z 和-z 在这一个地方是0.7308 这样我的这一个地方呢 就会是一减掉 0.7308 再来除了 所以他这一个是1346 所以我这一边是0.1346 这个也是0.1346 所以我知道我的property object大过z 等于0.1346 等于0.1346 所以我的z 1346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找1346 呃 13 武器 ok 我要的是46 降掉减掉11 他减掉10也可以 减掉12都可以 所以这一边的时候 他可以是1.105 或者是1.106 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的z等于1.105 或1.106 好 好 l的这一边 modulus大过z是这一个 所以我的property object 呃 小过-z 再加property object 大过z 是0.1450 所以我的property object大过z 是 这个0.1454除2 0.0727 0.0727 0.0727 所以他的这个graph呢 他其实是这样 然后 然后他在这一边 这一个是z 这一边是减z 0.0727 0.0727 1.1454除2 就变727 对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0.0727 0.0727的时候 我们的这一个 我们的这一个 0.0727 我们的这一个 735 1.145 然后727 然后727 那这8 要减8 6 56 1.456 所以他答案是1.456 所以在这一边 我的z是1.456 好 可以